又是我的大匪 做這一節其實是廣告來的 之前做健康解碼 就答應了大家 就有一百瓶的試食裝 就是這個關於四小寶的 那現在到了貨 那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我送給大家 你們自己上來拿 你們可以WeChat 或者在網上留言 那你拿下我們的地址 你先上來拿吧 我們不記了 因為要人手問題 第二就是大津莊也都生產了 我們就在6月1號之前 就推出試食裝 試食裝呢 我們就是450元 如果你們需要的可以直接上來 如果你說我不方便上來 那我們就給你銀行戶口 你聯絡Alice就 給你戶口 你入數給我們 那如果我寄給你 我就要500元 因為有些都要給順風 因為順風射3元 你當我人手拿個盒子進去裝 50元 就寄到你門口 那你只要入了數 拍下來 接著就WhatsApp給我們 就證明有什麼數 我們就寄給你 而5月28號 我們錄音室就做開放日 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來的 5月28號那天 星期日 就早上10點到6點 我都會在這裡歡迎大家的 但是正常 你說你上來拿呢 我們就1點鐘到8點鐘 就是由星期一開始 5月22號開始 就1點鐘下午 到晚上的8點鐘 如果有興趣有成的 你來到的時候呢 我就會送一本健康解碼 讓你們更加詳細了解四小寶 究竟可以幫到 大家可以做到一些什麼保健的 除了癌症做其他的 多謝大家 拜拜 第二節回來 大匪漢天下 講了這麼多 就是大匪漢天下 不是大匪特輯 承摺上次 講完一點點吧 如果你聽第二節 不聽第一節 你會損失了 這個女人 就叫那個兽仔又去拿錢 不給 直到18歲 那個兒子 第三那個 拿成人身份證 一拿了之後 他就跟這個兒子講 他說 你媽媽 和你爸爸基本上 沒有走完十幾年了 只不過 我們都傳統的性格 希望那個小孩 覺得他有爸爸有媽媽親 但是我親你 是讓你知道的 那個老爸疼不疼你 就不是我能夠控制 但是我做得 想問就做得最好 你一個男人 每一次走回來探你的時候 或者入屋 睡覺 雖然我睡房 他睡廳也好 我也覺得 好像有個陌生人 進了屋裡面 覺得很恐怖 為什麼很沒有安全感 女人最重要的安全感 他一點都沒有 他說已經好了 你18歲 我做媽媽的責任完了 我今天就和你爸爸申請離婚 律師 你通知你爸爸 律師費我給 儘快離婚 賤養費一毫子都不要 然後將這段關係即時斬斷他 而這個男人在大陸 做這間製衣廠 都相當有規模 那段時間 但是不夠大陸 就是老玩 終於就吃到光了 一窮二白回來 就跟那個大婆 就租 還是住一些劏房 那那個年輕人大了 也都沒有什麼照顧他 他反而經常想回來 就拗那些小孩子 但是那些小孩子就從來都不理 早幾年呢 這個男人死了 也都兩個兒子結婚 那些兒子直接不想請我爸爸 但是 這個女人 也都跟兒子說 我和你爸爸不好 不代表你 不請他 他一樣是你主婚人 他是你爸爸 總之他大兒子和兒子 那些兒子呢 結婚也好 主人家 都還是這位人性 來 那第三兒子 今年都三十幾四十歲了 四十三十多歲了 他就沒有結婚 因為看到那個家庭環境 是這樣長大 對婚姻失去信心 也都做獨男 沒有拍拖 但是 這三個兒子 極孝順 對於這個女士來講呢 今年七十 七十歲了 七十一 唯一的 唯一的 開心的 就是 三個兒子 好孝順 第一個兒子 第二個兒子 嘗嘗 第三個兒子 可能呢 年輕的時候 要一個催心 也都賺不到什麼錢 他都很擔心他 但是呢 在早前呢 他的兒子就不回去吃飯的 第三那個 就是小時候那個 但是他每一個月呢 因為那些大佬和二佬呢 就是覺得他這樣不行 要給他很多的規條 想他呢 就有進步 但是人的性格生成了 做不到就做不到 但是他都負責任 他跟媽媽說 現在住這層樓 是大佬啊 和你的退休金買下來的 因為他打政府工後來 在食環處 衛生 就是食環處 他買下來了一間居屋 他說呢 這間居屋 我是沒有付錢的 現在兩個哥哥呢 就搬開了住 那你要我給家用你 我又沒有本事給 不如這樣吧 我當租一間屋 租一間房住 每一個月 每一天就擺一百元 一個月就給三千元 這位阿姐 他說當我的屋子租 我不回來吃 不要負擔你 那麼早幾年呢 這個阿姐呢 就身體終於無病 要入醫院做手術 而這位哥哥仔 都不是賺到什麼錢 做運輸 一人開一輛車派送 那他呢 見到這個環境呢 就和哥哥說 就是一起回家吃飯 他和哥哥說 就在 拿了三萬元出來 放在那裡 這份是我的 再多我沒有能力了 你看 有剩下你和哥哥和二哥 都這樣包了他 所以 我這位阿姐 雖然前半生不開心了幾十年 但是到最後那些子女 也都令到他 萬年身體健康 這裏走得不是油貨是打麻將 不是打麻將是游水 不是游水是玩太極 支持是陸通拳 我希望這個家庭 能夠迎向更好的未來 而這位男士早幾年 也都離開了這個人世 這幾個兒子也都和他送中 所以我說香港的女人 老一輩也好 年輕的一輩也好 都是值得我們香港的男士 或者大陸的男士珍惜 這個節目 這段說到這裏 都還有其他東西說 其實就拋磚引玉 為了醫家藍類 那我先講一個故事 那希望大家就收聽 第二個就是董寶叫我講的 他說梁振英你覺得 中央會不會用UGL事件去搞他呢 我告訴你 不會 一定不會 但是 林鄭一定搞你 兩個concept 一個就是 林鄭一個是中央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詳細的事件不用聽我 聽劉世良啦 聽老蕭 因為呢 劉世良先生呢 可以十分鐘的論述 他講兩個小時 是他的才能來的 我沒有辦法 如果將兩個小時 的政論節目 縮到十分鐘 這個是老蕭的才能來的 我也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們想精闢的意見 聽蕭若元 雖然他退休了 真正 如果你想聽 詳盡的論述 真是聽劉世良 聽我們只可以講一些 不同角度的東西 為什麼講呢 蠻蠻之戀 蠻蠻之戀 之前講過 不要再詳述了 但是 你看一下梁振英 他好像剛剛當選特首那樣 什麼事都關他的事 一陣子 前期心出殯 他又趕快走上去 確定他自己的地位 怕他的副主席 政業副主席沒有得做 不停表態 我還在 香港還是我作主 不停做 好像UGL事件 這次發生了 他最大的表現 周浩廷出來了 他死撐 這個就是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性格是不轉變的 就好像我們的 黃楊達 黃毓民先生 性格注定了他們的分裂 反骨 還是三反骨 是性格注定了的人世 是這樣 沒有辦法 你做的事是因為你的性格 而去做的 這件事你就看到 梁振一日日出來死定 然後拉梁繼昌落水 想辦法 去將他這件事淡化 正面化 其實整個建制派都在你 怕你有牙嗎 周浩廷就是怕你有牙嗎 是不是呀 你怎樣可以禁止 雖然現在周浩廷 真的要退出這個委員會 但是為什麼 然後就令到那些人 全部和你割席 是不是 為什麼 而你梁振英還要撲出來 應該還有一個多月 就消聲匿 即是因為他知道再查下去 他真的會被揹槍 揹槍會影響他升做副主席 因為中央習近平現在的口號 永遠都是打貪 那些人支持習近平上位 都是因為他打貪 你貪就不行 有句說話說得對的 梁振英現在這樣撲出來 天天在那裡走來走去 怕死你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不是告訴我們 也不是告訴中央 是要告訴建制派 我現在還生存 將來有可能是我作主的 你們一定要堵住我 有句說話說得很好 因為最近 許冠傑和譚詠麟有個演唱會 那許冠傑 一生人最大的偶像 就是皮荔士尼貓王 我們香港人有一句說話 說得很好 因為貓王最厲害的就是 他在那裡 塞那腳 雙腳在搖來搖去 那現在梁振英 也都等同貓王 可能他都是貓王的忠實支持者 他現在真是震過貓王 我告訴你 每一個人當他深海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自然反應出來 梁振英現在就是在做著 在這裏順帶一提 講一講 鄭松泰 泰博 所謂熱血公民 真是不知所謂 在這個區議會 開會請吃飯 主席請吃飯的時候 周浩鼎和他同臺 這些民主派 全部和這個周浩鼎 有區隔 有些直接胡志偉話頭 我見到他前面 爭到後面 免得坐在一起 但是這個鄭松泰 和周浩鼎言談甚歡 那些人訪問鄭松泰 泰博 即是熱血公民的首領 他就說 周浩鼎的行為 大家是應該理解的 這個是689的一貫作風 我們應該理解他 是不是這樣 即是有一個人強姦 那個女人 我理解他是男人 男人性中動 有時候 谷徵上腦 沒有辦法的 你是不是這樣說 泰博 你說什麼 理解他 你說什麼 理解他 對不對 我就已經沒有聲 但是我不做節目 我不說髒話 因為很多女士說 你再說髒話 我不聽你的了 那我就罵人 除非做星期一 容易得到 因為我的髒話 被Tony哥掩蓋了 所以近期我講髒話好笑 因為我其實 講不講都可以 因為我有三原則 第一 有女士在場 不講髒話 有小孩子在場 不講髒話 因為我尊重 女士和小孩子 第三 傾正經夜 我是不講髒話 所以我尊重 我的聽眾 可以不講 我是可以做到 黃尖或者什麼的 那我這樣講 第三個 要講的 就是何君堯 和這個 建制派之流 總不知不知為什麼 大英英說得對 只要你入了建制派 你更聰明的人 都可以 那個腦筋 好像變了一隻豬 不知為什麼 近期我們的青紅 律師 講什麼 是不是 真是好像 說這個西九 西九 那個高鐵站 他說想不違反一國兩制 很簡單 只要 因為西九 是在地底 就是高鐵 那個檢查站設在高鐵地下 這樣 地面的東西 就歸香港政府 地底的東西 就是中國政府 沒有違反一國兩制 沒有違反基本法 他講話比耶穌更厲害 當時 那些官員問耶穌 海撒大還是你大 耶穌就說 海撒的歸海撒 上帝的歸上帝 是不是 原來香港變成這樣 如果 如果 就是這樣說 如果 是這樣的 我們搭高鐵 當然 因為一地兩檢 真是在地底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帶回鄉政上車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就糟了 以後搭地鐵都要 是不是 所有地底進行都要 跟著 天空的空域 我們一國 一個中國的情況下 一國兩制地面而已 坐飛機也好 或者跳高也好 層樓起個高 多少高度 是不是要帶護照呢 你說的東西 這麼低能 這麼弱智的 喂 你究竟在說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 這些有頭有面的人 只要 他一做了這個 建制派之後 他們說話要低能 現在究竟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也都很簡單 梁振英想延續他的路線 在一帶一路 和大灣區 是充分表現到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 有沒有跟香港有關 香港還不做到什麼都好 但是如果需要香港的 這個金融界支持 或者有些官員要跳上去 跟進這些事的時候 因為政策的延續性 他不停要唱好 當中央額頭 哇 是啊 你香港真的會有角色的 那現在你教人 很自然 就把梁振英的班底留下來 陳茂波又得擾了 是不是 財金官員仍然是糧粉 延續到林鄭 令到林鄭沒有辦法反對 因為中央需要這幫人 所以他將大灣區和這個 一帶一路 不停地在說 希望中央採納他和相信他的時候 就為了政策的延續性 就留下了他的財金官員 去給下一屆 即是未來一個多月 的特區政府 而這幫人流落了的話 就拿大權的 只是向梁振英 駕兇林鄭 那就好啦 以後做特首就買一送一 這個世界都很便宜的 買林鄭 就送梁振英 是不是 買林鄭就送梁振英的了 他就是想這樣 所以他不停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好像個白癡仔 天天在那裏念口网 好像人家背書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哎呀 應該考禍經 我不記得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大灣區 大灣區 講一帶一路和大灣區 我爭大家一個 一一集 是講我的看法的 正正式的看法 我希望下集 我拉一個嘉賓和我一起做 拉兩個嘉賓 那希望做到 梁振英就是這樣的課釋 所以他其實是震過貓王 因爲他想延續他的勢力 延續他的影響力 但是中聯辦 張曉明都沒得了 你在那裡垂死掙扎 現在 全歐陽百拳 會做才爺 爲什麽要全歐陽百拳做才爺 因爲到現在基本上 所有的問責團隊 八八九九埋了位 涼粉極少 凡是最支持 梁振英的 都幾乎收工了 只有還欠兩個標誌性人物 一個就是李國璋 港大洗牌打 那個校委會 一個就是陳茂波 這個吳克 建議已經明日王花沒有了 那時候我都看了什麽陳美玲 那時候我都說會由副把手升上去 是不是楊潤雄 是不是楊潤雄 我甚至說錯楊潤雄 因為楊潤雄 就是人老年紀大 要先吃蘋果果膠 那我說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爲什麽會不停傳這些 就是因爲林鄭在那裏堅拒 不停提命人去堅拒 梁振英的班底留任 令到他可以重新再來過 走和解路線 這個是很簡單的 我也都沒有老蕭說 哎呀 因爲你們那些人支持胡蘇貞 跟著就中央就要跪低了 跟著就被林鄭上位 但是林鄭就一定要堅持這個和解路線 我分析不了這麽厲害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表面上是這樣 幕後原因我不敢說 但是表面上 做人的事很簡單的行為 你有1就有2 有2有3 每一個人做事講話都有目的性 可能他腦裏面 不是真的有人和你借錢 他走到過來 他都有個開箱派的A最近怎樣 你多好啊 我說黑仔啦 什麽什麽 唉為錢囚 跟著下一個就說有沒有錢借 是不是 每一個人做事講說話做任何事 他有個目的性 梁振英就在做著 林鄭也都在做著 兩個人是打對台 7.1之前你做事就被你玩 我講到盡了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周浩廷沒有得了 因爲堅持不下去 其實你當立法民死了 用不著理 你才口大他口小 現在 但是因爲臨近7.1 未知上高大陸怎樣 因爲大陸由頭到尾表態支持梁振英 所以建制派說不如周浩廷你先走下來 打兩手牌 是不是 如果 梁振英 繼續的 我們就支持他 如果到時消聲匿跡的 無謂和他一起陪葬 對不對 所以周浩廷必然要下來 這個才是事實 第二節講到這裏 我知道大家很辛苦 因爲 聽到我這樣的聲音 錄了第三節